Hello, this is Paul 大家好,欢迎来到Paul英语课谈 在本节课里面我将回答同学们的一个问题 就是英语有量词嘛 我们知道汉语里面有量词 比如说一头牛的那个头 包括一群鸭的那个鸭或一群鹅的那个裙子 所以英语里面的话我们也用这些量词嘛 我们知道有量词歌啊 比如说这样子 但我不会唱啊 一头牛两匹马三条鱼之类的 对于老外来讲 他们学习中文的时候 最大烦恼之类就是量词 因为他们觉得这量词的话 很多都不一样 特别恼火 其实今天会告诉你 英语里面也有比这个更麻烦的表达量词结构啊 所谓的词人看一下啊 看一下什么是量词 量词是用来表示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 如知头杯等 比如说一只羊 那个一头牛 一杯水 对不对 一串香蕉 一串葡萄 一个鸡蛋 一框 一框鸡蛋 你懂啊 这样子懂 OK 所以说英语里面我们也可以用量词嘛 比如说三条鱼是否是 three pieces of fish 这样子正确吗 条嘛 piece 对不对啊 然后两头牛是否可以是 two heads of balls ball本来代表公流的意思啊 head 头嘛 对不对啊 这是否是changlish 中式英文呢 等一下我会解释答案哦 OK 所以关于量词的话 英语中的量词 许多人都有误解 第一种认为是因为中有量词 但是是用数词和罐材代替的 比如说下面这个例子 there is a car in the parking lot 或者是 there is one car in the parking lot 停车场里有一辆车 这样子的啊 所以大家会发现这地方一辆的表达 并没有用量词 只有用呃或者是忘 呃这个贯词 忘这个数词 所以大家认为这个就是量词呗 其实它不是量词 它实际上是数词和贯词啊 这样子第二种误解释 他们就认为量有量词 还有地方有量词 但是还是具体用了这些 比如说杯子啊之类的啊 这样子量词 比如说这个句子 the waiter served me a cup of juice 大家认为这地方的a cup 就是量词 cup就是量词 其实cup在英语里面是 名词是一个n的缩写字 就是noun 就是名词啊 所以这地方的整个cup of juice 是名词的一个结构啊 但是它有那个量词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说哈 我们的结论就是fact there is no量词 in English 就英语里面是没有 我们所谓的语法含义的量词 但是呢 我讲一下 英语却有类似于中文量词意义的表达啊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第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不可说名词 被量化的情况 因为不可数名词 是不可数的 没办法去数 所以它如果你要把量化的话 我们就用这种结构 就类似中文的量词结构 比如说一杯水 怎么说a cup of water 好 这一方cup也是名词啊 只是说它是有这种含义在里面 cup of water 下面一个两玻璃杯的红酒 two glasses of wine 第三个 一张纸 a piece of paper 第四个 几条新闻 some pieces of news 下面一个 一瓶冰茶 a bottle of iced tea 下面一个一笔钱 a sum of money 这样子的 你会发现这些单词都是不可数名词 前面加了那个 名词啊 加了of结构 代表的就是一种被量化的概念 但这个是被量化的概念啊 并不是指量词这种语法的含义 大家听懂没有啊 什么这个一定要了解一下 好 第二种情况的话 就是正式的集合名词的表达 这地方的集合名词 全部用的是啊 那个复数 发现没有啊 这地方的所有动物 一般来讲 这种表达都用在动物里面 比如说第一个 a cloud of bats 一群蝙蝠 cloud本身也是代表云朵 这个地方指的是一群啊 那个像云朵一样的密麻麻的那种蝙蝠啊 这是用在蝙蝠面比较多的一个 代表量就是那个量化的一个名词啊 也是名词啊 使用在蝙蝠面 a cloud of bats 好 第二个一群蜜蜂 a swarm of bees 好 这一番的swarm本来是代表拥挤的 密密麻麻的那个一群的那种 小的那个动物啊 就那种昆虫 所以蜜蜂可以用这个 就是a swarm of bees 第三个啊 一群狗 a pack of dogs a pack of dogs 好 这一番pack本来是代表是背包 这地方一般是指狗 或跟狗类似的这种动物叫 a pack of dogs 下面一个 a drove of donkeys 一群驴 a drove这地方也是指那个 一群什么动物 像驴或马一样动物的意思 a drove of donkeys 一群驴 下面一个 一群驴 这个很有意思 是用school a school of fish 一群驴 好 但这些量词表 就是这些代表数量的名词表达 也跟其他单词 但这个地方的话 我讲一些他们代表意义的 特别是一群驴 却可以用school 不是指的是一个驴的学校 是指的是一群驴 很有意思的 你们会发现哈 中文的话 直接说这种集合名词 直接说一群不就行了吗 怎么英文会这么复杂 就跟那个中文的不同量 像是用不同的每个字一样的 其英文的话这是比较复杂的 这个也是比较实用的 在生活当中 如果你会用这些 显身的英语是比较高级的 OK 好 下面一组 我们下面几组看一下 比如说一群蛙 怎么说 an army of frogs army这地方反式军队的意思 这地方就代表是一群蛙 就像军队一样的那种 蛙这样子的感觉 下面的 a gag of geese a gag of geese 什么意思呢 一群蛾 gag of geese gag of一般都是跟鹅一起用的 一个代表数量的名词 下面一个 第三个 a troop of monkeys 一群猴子 troop本来的意思代表步兵 步兵团体 这地方就代表是一群猴子 下面一个 a yoke of oxen oxen本来是指的是被烟割了的牛 yoke代表是扁蛋的意思 a yoke of oxen代表是一群牛 好意思这边用yoke 居然代表一群 下面一个 要用多一点 这个用有很多的 就是一群兔子 这个词物当中经常用 a herd of rabbits herd代表就是群的意思 一群什么动物的意思 a herd of rabbits 就只是一群兔子 包括一群羊之的 也可以用a herd 这样子的 好下面一个 我说过 跟狗一样的动物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pack 对不对 这番我们看一下 一群狼怎么说 一群狼 a pack of wolves a pack of wolves 这番就是一群狼的意思 挺有意思的 对不对 大家 所以这番一群狼也可以用pack 这个结构 跟那个狗一样的 他会发现 其实英语里面 这种集合名词的量词 代表数量的名词 好复杂 也不同的动物 用不同的单词去表达 所以说 很多人说 汉语的量词 其实英语里面 也有这方面的量词 不简单 对不对 也不简单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这种情况 就是集合名词代表一群的表达 但是实际上的话 英语里面的话 你如果想基本表达 没必要像汉语一样 这样八景的 去使用一些 不同的一些量子 比如说一辆车必须使用量 你不能说一个车 对吧 一架飞机 你不能说一个飞机 其实你直接用group 就可以代表所有的这动物 就是说a group of frogs a group of geese a group of monkeys 都可以这样子的 大家理解没有 这个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会用这些细致的 这些量词 代表数量的名词的话 那你的英语就会显得更标准 更好了 更加精确一些 给大家说 我们学这些意义 还有还有一点 第三点是 极个别表达数量的可数名词用法 比如说这地方的二十头牛 你可以说成是 20 head of cattle 而cattle本来是一个集合名字 代表的是牛群的意思 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20 head 你会发现这个表达 非常的像changlish 很像中式英文 但是在英语里面 是有这种表达的 我告诉大家 但这地方的20 head head的话不需要讲s 只用这种形 而且不用单数 head跟cattle都是 都可以理解成为 它都是附属概念 所以你不能说one 或者a head of cattle 因为它是附属概念cattle 包括你这种cattle可以变成cow 也行 所以这种表达的话 它有什么特征呢 它既不是一个单数概念 不像我们的第一种情况是 比如说一辆车 a car 这样子的 它也不像第二种概念 是那种 一群什么什么 它这方面就只是 每一个什么 我们都可以用head 这个也是一种很特别情况 但是一般讲 只是农场里面 动物会这样子使用 特别是牛群 才这样使用的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所以有这样子的表达 这是极个别的情况 是可数名词 也可以用加一个什么head之类的 一种代表数量的名词去表达 这个跟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学会了吗 所以我们在使用上搞清楚 这样子表达 好吧 喜欢我频道朋友的话 如果是看YouTube朋友 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下方的订阅按钮 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呢 欢迎你们点赞 分享我的视频 同时打开我的订阅以后 打开右边的那个小铃铛 这样子的话 便于你们以后 能够及时收到我最新的视频更新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期视频了 然后呢 你可以加我微信啊 跟我探讨英语学习的一些话题 或者找我学英语 OK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